成龙饰演的神探蒲松林是一个捉妖人,不仅文采出众且法力高强,手持阴阳盼笔穿梭于两界之中,令很多小妖闻风丧胆。 若是本性善良的小妖就会被受为蒲从,而二妖则被封印进阴阳册。 被封印的妖将会在阴阳册的异界中受到惩罚,并最终丢进阎门化为灰烬。 蒲松林主业就是除妖,副业呢,就是把自己除妖的故事写成小说来收取小朋友们的智商水。 但小孩子们并不买账,还好蒲松林对中年妇女还是比较了解的,借助小妖的帮助把书都卖给了孩子家长。 这天,镇上的珠宝店失窃,捕快认为是蒲松林所为便找上门来,并在蒲松林的鸡窝发现了失去的财物。 这更坚定了捕快的想法,但一个小小的捕快总是蒲松林的对手。 捕快抓人不成,还反被羞辱一分。 随后,蒲松林告诉捕快,这件事是珠妖所为并且嫁祸于她,于是二人决定捉拿珠妖。 为此,蒲松林顺手帮捕快开了天眼,这样她就能看到珠妖。 月黑风高夜,蒲松林带着捕快来抓珠妖。 珠妖没啥能耐,很快便被收复。 原来,珠妖是为了结婚下聘礼才起了盗窃的念头。 唉,这年头,珠都有对象了。 因为珠妖会按摩,且本性不坏。 蒲松林并没有把她封印进阴阳厕,反而将她留在身边帮助蒲松林除妖。 通过收复珠妖一战,捕快见识了蒲松林的神通,便执意拜她为师。 蒲松林拗不过,只好答应了下来。 这时,一个耳朵比兔兔还大的小妖告诉蒲松林, 县令地迁进,小楚失踪。 原来是这姑娘被静妖蛊惑, 听说有一面可以让自己变美的镜子, 大半夜不睡觉跑来照镜子, 结果被静妖下了套抽走了魂魄。 静妖撤出小楚的魂魄便是为了聂小倩。 聂小倩妖性极恶,必须以西施人的魂魄为生。 所有被抽出魂魄的人,就会变成墙壁上的壁画。 不料小楚的魂魄在半路上遇到了早已埋伏好的燕翅侠。 燕翅侠也是一个捉妖人, 盗嘴的鸭子不能让她飞了, 聂小倩与燕翅侠缠斗了起来。 一番争斗,双方都没有杀死对方的念头, 聂小倩还是逃走了。 在猪妖的帮助下, 蒲松林找到静妖住所准备守株带兔。 没想到静妖早已和提前赶到的燕翅侠打了起来。 在静妖的地盘,燕翅侠自然不是对手。 只见静妖身形变化莫测, 在满屋的镜子中随意出入。 燕翅侠被逼入墙角, 但她却没有发现身后是一墙的镜子。 静妖从燕翅侠身后的镜子现身将燕翅侠困住。 正当静妖想勒死燕翅侠, 却被聂小倩阻止了。 随后,蒲松林出手相助封印了静妖, 救下了被勒晕迷的燕翅侠。 回到住处不久, 捕快告诉蒲松林说找到了聂小倩的住处。 蒲松林准备动身遮腰, 燕翅侠刚好醒了过来, 并自高奋勇要一起去遮腰。 不一会儿, 三人来到了聂小倩的住处。 聂小倩自然不会放过封印了静妖的蒲松林, 因为静妖是聂小倩的好闺蜜。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聂小倩占了上风, 而蒲松林差点被聂小倩杀死。 但是最后, 蒲松林还是抓住了封印聂小倩的机会。 此时, 燕翅侠突然出手拦住了蒲松林, 放跑了聂小倩。 蒲松林也只能在心里说一声, 逐对有呀。 随后, 燕翅侠便讲起了自己和聂小倩的故事。 原来, 燕翅侠本是一个蛇精, 但却和人类聂小倩相爱了。 聂小倩为了让燕翅侠成为人, 便拿自己人的影子和燕翅侠的腰单互换。 燕翅侠幻化为人形, 本因为两人要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是一次意外, 让聂小倩不得已杀了很多山匪。 自此, 腰单便失去了控制, 让聂小倩变成了一个必须以人魂魄为师的大魔头。 而燕翅侠则成为捉妖人, 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新拿回腰单, 让聂小倩过正常人的生活。 燕翅侠希望蒲松林能够帮她, 蒲松林答应了, 但此时已不知聂小倩去向何处。 蒲松林认为, 上次一战, 聂小倩损伤了很多元气, 于是便乔装打扮成商人, 并举办了一场宴会。 蒲松林想用宴会来引聂小倩上钩。 聂小倩来到宴会遇到了燕翅侠, 燕翅侠一番苦口婆心地劝说, 但是没什么用。 聂小倩打晕燕翅侠, 然后化妆成舞女参加宴会。 在会厅, 聂小倩四季放出迷雾晕倒众人, 但蒲松林并未中招, 随后聂小倩化作红色大蟒 与蒲松林斗法。 最终, 当然是聂小倩被收入阴阳侧, 聂小倩被封印前吐出了受害人的魂魄, 此时, 壁画上被她吞噬魂魄的人都恢复了人形。 燕翅侠醒来后赶到现场, 发现聂小倩已被封印, 顿时失去了理智。 不是说好抓住聂小倩逼她交出腰单吗? 怎么把她给封印了? 燕翅侠拽住蒲松林的领子, 歇斯底里的嘶吼。 蒲松林没办法, 只好让手下的小妖妄忧抹去了燕翅侠的记忆, 赋予了燕翅侠新的记忆, 让燕翅侠忘掉这段不该有的爱情。 谁知小妖妄忧被两人凄美的爱情故事感动, 半夜偷偷把燕翅侠的记忆恢复了, 希望她能和聂小倩在一起。 记忆恢复后的燕翅侠偷出了蒲松林的阴阳叛笔, 进入阴阳册寻找聂小倩。 燕翅侠找到了聂小倩并吸出了聂小倩的腰单, 这样燕翅侠再次化为腰, 而聂小倩便为人。 而此时时辰已到, 燕翅侠自然是要替聂小倩被丢入阎门化为灰烬, 但是聂小倩却死死抓住燕翅侠不肯松手, 随后,燕翅侠开始黑化, 挣脱了锁链, 在异界大肆破坏, 放出了很多小妖。 蒲松林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蒲松林和捕快随后也进入阴阳侧, 但两人根本不是手持阴阳叛笔的燕翅侠的对手, 眼看无法收场, 聂小倩也不愿看着燕翅侠继续作恶, 便主动跳入阎门, 希望以自己的死唤醒燕翅侠, 让他回归正道。 但他没有想到, 燕翅侠虽然已经变成杀人恶魔, 但他对自己的情感依然不解, 既然你要死, 那我也不活了。 燕翅侠随聂小倩一同跳入阎门, 两人相拥一吻, 然后灰飞烟灭。 此事过后, 蒲松林将两人的爱情故事写成书, 这便是聊斋之意。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风评极差, 片中很多逻辑漏洞且三观不正, 比如燕翅侠可以随意使用阴阳叛笔, 还有, 为了和聂小倩的爱情, 在抓聂小倩时差点害死蒲松林和捕快。 也许在燕翅侠的眼里, 别人的命都不值钱吧。 这部电影也是成龙评分最低的一部电影, 大家图一乐就行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儿, 小伙伴们记得多多留言。